一到夏天 办公室小伙伴的桌上 就出现了各种好看的塑料水杯 高颜值 大容量 价格实惠的塑料水杯 似乎拥有它 就能做到一天八杯水 但只要想到塑料水杯有毒 装热水等于喝毒的网上热议 手里的水杯顿时不香了 想放心喝水 就这么难吗 为了让大家拥有 蹲蹲蹲蹲的喝水自由 我们决定实测一波进行验证 最后还有超安全的塑料水杯 挑选和使用指南 一起往下看 1.塑料水杯有毒 很多人说塑料水杯有毒 其实是担心可能含有的双分A 双分ABPA是合成PC塑料的前提 却有文献表明 双分A会干扰内分泌 影响生殖系统 和糖尿病 心脏病也有一定关联 但这些毒性的程度 对人类的适用性 并没有完全确定 而且理论上 双分A如果百分百被转化为PC塑料 那到手的塑料水杯里 就没有双分A 如果有少量未转化 那可能会迁移到我们喝的饮品中 不仅是PC材质 其他材质又如何 针对大家的疑惑 技术员在公司内部 征集了五款小伙伴 正在使用的塑料水杯 同时买了一款 全新的网红塑料水杯 紧接着我们委托实验室 按照标准方法 对六款塑料水杯中的 双分A含量 及牵移量进行了检测 结果如下 注意 测试方法 按照EPA3550C2007的办法 采用叶向色谱质谱联用仪 LCMIS 测定双分ABPA含量 使用10%乙醇加满杯子 100摄氏度迁移24小时 采用LC-MIS-MIS测定 溶液中的双分A迁移量 R.ND等于未减出 0.1毫克每千克 据国家标准GB4806 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枝 BPA特定迁移量 SML 限量为0.6毫克每千克 极小于等于600微克每升 从结果来看 六款水杯都在标准范围内 虽然都在标准范围内 但作为PC材质的2号 4号 6号 双分A总含量明显高一些 其中 全新未使用的6号 还是双分A迁移量中最高的 是其他水杯的近10倍 而且 六款水杯在100摄氏度的高温测试下 大都产生了变形 有的甚至从水杯变成了两桶 如果你恰巧用的是PC材质水杯 最好不要装热水 若是选购 尽量避开PC材质 选择更安全的材质 具体参考以下 柱 由于Treaton材质有内部差异 所以对应水杯的使用温度会有不同 保险起见最好不要超过80摄氏度 二 如何放心喝水 上面说到 塑料水杯要选择更安全的材质 此外 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 为此 技术员帮我们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塑料水杯挑选指南 大家按需选择 建议收藏 看到这里 大家还认为塑料水杯一定有毒吗 其实 不同塑料有各自的属性和用途 只要多多注意完全可以拥有喝水自由 好了 记得点赞 一起开心的喝水吧